Hello 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们来聊一聊这一台全新的Gruance 家用全自动一式咖啡机 说实话这台机器给我最深的感受 就是它确实是一款用心设计的 为家用而生的一式全自动咖啡机 从打开这个包装箱的一开始 从把它拿出来的时候 厂家就贴心的设计了 拿出来的一个比较方便的把手的位置 然后包括它上面的一些固定的一些贴纸 然后在撕的时候 它也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就是没有被粘住的一个小段 这样子也方便的把它给撕掉 包括它的水箱 它的粉扎和脱水盘的 以及冲泡核心的拿取的方式 就从各个细节 它都是设计的非常用心 然后专门是为家用量身定做的 优点 第一点 先说外观 第一感受就是非常的可爱 也非常的时尚 尤其是这款绿色的 更显得有一种复古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款咖啡机的外观设计 是找的一家日本的设计公司制作的设计的缘故 还是什么 说实话 看这台机器越久 越觉得像是二次元动漫里面 在漫画里面 或者在动漫里面存在的这种咖啡机的感觉 然后第二点 就是说这台机器整个的尺寸是非常的小巧 毫不夸张地说 它可能比胶囊机大不了多少的感觉 我也罗列了一些主流的家用的全自动一式咖啡机的尺寸 和它做了一些对比 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 所有的这些部件的设计 它的脱水盘也好 粉扎盒 它的水箱 它的拿取的方式 就是基本上在前面和侧面一点点都可以全部完成 那这个设计的话呢 尤其对于像我们国内的小户型的家庭 当然如果你家里空间很大的话 也很好 因为它帮你节省空间 然后你可以在咖啡机的边上放什么像果露糖浆啊 或者一些杯子啊 这样的话整个的完整性也会更高 也因为它的这个设计的话 其实现在放在房车上也都是很适合的 在机器的话 它可以把刀盘全部拆出来去深度的清洁 这一点 这一个设计的话 基本上目前市面上 就我所知 好像还没有任何一款 家用全自动一式咖啡机可以做得到 但这一点的话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说视频前的你如果对一些磨豆器 咖啡豆的磨豆器有一些 尝试性的了解的话 比如像手摇磨啊 或者一些单独的磨豆器 其实你都会发现 它们都是可以去把刀盘拆出来 让你做一个清洁的一个操作的 那为什么到了全自动机器 它就不让你去这么去清洁操作了 我觉得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为大家都是要磨豆子的 这边奶露的一个清洁的话 它也比较人性化 就是当你做完奶咖之后 如果说你忘记去清洁奶露了 它大概过个三五分钟 它自动会去做一遍清洁 那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预防 奶露的可能长时间的忘记清洁 导致的奶垢把里面堵住 那这一点也非常的人性化 然后第七点的话 就是还是它的一些小细节上的 那个比较可圈可点的地方 比如说它的所有的东西 它都里面是有感应的 如果缺什么了 缺豆 缺奶 缺水 它都会及时的提示 然后所有的咖啡制作 也都是在屏幕上按一键 就可以做出来了 以及包括它的一些小细节 比如它的这个杯子的托架 然后在这里 它其实里面是有两个小吸铁石 然后会对应在这两个地方 所以像这样放上去之后 你不用担心 它会晃来晃去 好 那以上呢 差不多就是我在使用这台机器一段时间之后 感触最深的一些优点 当然它也不能说是十全十美 我也感觉它有些不足 大概呢有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个机器 它整体比较小巧 所以它这个脱水盘的容量呢 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我这边平时在用的时候 会习惯在这里放一个空杯子 因为它的一些自动清洁的下来的废水 就可以直接落到杯子里 而不是落到这个脱水盘 那这样的话去倒杯子里面的 它的废水总比每次拉脱水盘会方便一些 这是使用上的一个小建议 然后另一个可能的缺点 就是说由于它制作奶咖的时候 因为这里面的小冰箱温度比较低 然后它直接就被去加热 然后做出来的这个奶磨 所以呢它的这个奶磨的温度 总体上来说 大约能够达到五六十度的样子 这个温度呢不是特别的高 就是如果有些小伙伴 他可能对咖啡的 比如说拿铁或者卡布的整体的温度 可能喜欢喝的特别烫的那种 可能这一点会不太适合 但是这款机型 这款机器呢 它有一个另外一个版本 就是边上有一个单独的蒸汽棒的 用单独蒸汽棒去打奶的话 可以打得非常的烫 当然这边只能说多准说一下 因为其实喝的比较烫 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健康 然后像这个做出来的话 它的温度其实你可以做出来 马上就能去喝 至少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一点是OK的 完全够用 所以可能对某些喜欢喝特别烫的咖啡的人 可能有一些些欠缺 好的 以上呢就是我对这台机器 使用一段时间之后的优点和缺点的一些感受总结 这一款机器呢 总的来说是一款非常有诚意 设计上非常考虑周全的机器 它基本上把之前的那些旧款的 或者说之前那种设计的全自动机器的一些弊端和一些结构上的问题都给规避了 而且厂家这边提供了五年的质保 所以其实购买了这台机器的小伙伴应该也都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在我们B站的这个视频的链接 在这个页面的后面呢 会有对这台机器非常详细的讲解 从它的菜单的讲解 到里面的设置 再到怎么去清洁和保养 都会有详细的单独的视频 如果想对这款咖啡机做进一步深入了解的小板 可以往后去点后面详细的视频 好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